中国的轰20应该是短暂的亮相 应该是确认 短暂亮相之后 已经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它最新有一个什么呢 轰20的设计 让别人看到了一个什么呢 叫遍体尾翼 可以看这个图 它具有超音速飞行 而且这个超音速飞行 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1月11号没有亮相 也很多人认为是1月11号亮相 中国军方都是在1月11号会有一个 历年都是有一个大的武器要亮相 今年是这款无人机 WG-700 那么轰20的外形 其实很多人想象了 它已经确认就类似于B2或B21 但它不会完全模仿两者的气动外局 而是有自己创新 刚才讲了 它这个超音速 它是申请专利了 就是它可编译 轰20的外形创新点 就是什么呢 采用这个变体尾翼 你看这个图片 在轰20的尾部配备两片堕面 这个堕面放平时 可以充当主意的一部分 追求隐身最大化 当堕面旋转时 它可以充当水平尾翼 追求生力最大化 而当堕面竖起时 它又可以充当微型尾翼 追求飞机操控和航向稳定最大化 实在是天材设计 这已经申请专利了 这就是轰20现在 你可以看这个图片 由于这样天材设计 可以认为是什么呢 就在最近 很多网友认为中国是专利 我告诉你 这个确实只有中国做 美国 俄罗斯做不到 在空气动力学报上 有一篇文章 名为一种变体尾翼的气动 隐身特性研究的文章 这种变体尾翼进行详述描述 而且申请了专利技术 这足以说明 它官方背景 这是官方文章 轰20真的可以采用类似的设计了 这种变体尾翼的设计 隐身气动 咱还可以读一下这个文章 在空气动力学报的文章中提到 以马合数0.9 仰角零度为例 尾翼打开45度后 偏航力距 系数对侧角 侧滑角导数值 从负0.0001增至 增大至0.0004 航向稳定性明显得到改善 马合数 0.9和2.0时 尾翼上反 打开45度后 焦点分别后移1.0% 和向前以5.3% 平均气动 弦长 注意这里提到的马合数 2.0 就是说 这种飞翼飞行器 可以真的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 而且 还是较高的马合数 这与之前 外界对轰20猜测不谋舌 也就是说什么 现在B2是不具备超音速巡航的 也就是说 未来的轰20有可能具备超音速巡航 它采用这种气动外形 它就一定会具备超音速巡航 超音速巡航 其实对隐身战机 其实非常关键的 所以飞行器 一旦采用飞翼布局 似乎就可以和超音速 说百百了 之前很多人说 轰20有可能不具备超音速巡航 就是他看了飞翼的布局 飞翼你就是想要说超音速 其实就很难 无论B2 B21 还有S7B 还有RQ170 都是如此 他们不具备超音速 因为它是个气动外形 无法保证它超音速 它现在追求的较好的胜利 他们为了追求较好的胜利 采用的都是大展弦 弦笔的飞翼布局 如果改成小展弦设计 服务以强劲的发动机 还是可以实现超音速 但是难度比较大 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 中国现在这种必可变飞翼 这种设计应该是什么 追求的一种折衷方案 飞翼设计本来就存在着航向稳定性缺失 航向操作效能不足等先天缺点 进入超音速飞行之后 这些缺点就会进步放大 大家理解吧 你可以理解成什么样 它是什么 它是不可控的 如果超音速速的一加快 它不可控 不可控你有很可能就什么 失去方向感 它就真的是我 真的是飞翼上危险的状态 尤其你速的一块 像你开车一样 速的一块 你稍微偏一个零点几个角度 你不就撞上了 对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航空师们想的一些很多办法 比如推力矢量发动机和新流动控制技术 还有开裂式方向舵 嵌入方面等等 阻力方面舵 舵面等等 发动机推力矢量会降低推力 导致动力不足 开裂式方向舵和嵌入面 存在安装要求 需预偏角度等等问题 也是不容易实现 反而看起来就更科幻的变体尾翼 具有一定的工程基础 不过这个轰二零采用这个变体尾翼 当尾翼上反时 会不会大幅度增加飞机雷达反射截面 舍其反 实际上的确存在一个问题 通过微波暗示实验证明 尾翼上反45度后 微波波段隐身能力减弱了 HA是极化周向角度 65度附近 峰值并宽约4度到6度 而且尾翼打开后 微微极化时 在整个周向角范围内 RCS峰值除了90度附近外 多出了30度 65度和150度方向 比水平尾翼时的RCS高出了约5 DBSM 可见尾翼打开会显著降低全机的 这个隐身性能 从测试出来隐身性能 波波动数据看 那么轰20大部分的飞行阶段 就是应该是隐身的 只有在打开尾翼 可变尾翼后 它会保持一定的 这个非隐身状态 遍体放平的时候 保持这个保持隐身状态 在起飞降落阶段 它会什么 它会这个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可探测性 在超音速飞行阶段 由于气动的加热 那么此时飞机红外特征 明显高于雷达特征 竖起遍体尾翼 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 但不会导致 不会是致命 所以真正要做的 就是考虑如何降低 飞机的红外反射特征 就是你在超音速的时候 你的一定是热的 那就不需要雷达探测 你需要红外探测 你就行了 那么这个红外探测 就是什么 就是你需要降低你的 这个机体的热 增强自己的散热性 或者降低你的热 这个就是一个难度 当然很多人认为什么 可编液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做 其实不容易做的 现在目前地球科技 还没有适应的材料 没有适当的材料 能够如此强度的转动轴 大家知道这个高速飞行的时候 你这个转化 那你那个转动轴 是不是得高强度 现在没有这个材料 没有适当的材料 所以现在要解决 假如您要解决问题 就是高强度材料 能解决这个 它这个传动轴 空气动力学报的文字 也介绍说 关于变体尾翼这个文章 早在18年9月 就已经收稿了 可以判定出 这种设计是时间更早 似乎与轰-20的研发 进度不谋合 或许到轰-20 真正它这个露脸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出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飞机 应该是变体尾翼这种结构